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今集的天氣節目 我是黃德勤 昨天下午的時間由於受到冷風影響 今天又轉出一些北風的情況 天氣明顯是涼了很多 看回今早國區氣溫 普遍格好在20度至21度之間 比昨天同一時間低了3至4度 順便也提提大家 出門口之前記得要穿多件衣服 多多保重身體 天氣除了涼了之外 都是比較乾燥的 看回今早國區的相對濕度 普遍格好在60至70度之間 衛星雲圖上都可以看到 留意華南元朗地區來講 雲量都是比較多 去到最近那幾張衛星相 留意到在香港的西北地區 看到雲大逐漸 移近珠江口附近一帶的地區 我們今日的天色方面 都是一個大致多雲的情況 詳細的天氣檢查方面 就是大致多雲天氣乾燥 早上的天氣顯著較涼 日間的最高氣溫會上升至24度左右 至於風方面是吹和緩之清淨 北至東北風 至於風場的預報方面 我們預計未來一兩日 仍然會受到一些東北風的影響 去到隨後的兩三日 看到會轉吹一些偏東風的情況 雲量的預報方面 我們預計未來兩三日 在南海北部上空的反氣旋 會稍為增強 天色方面會好一點 看到雲量都比較少 我們預計會見多點陽光 去到天氣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未來兩三日的天色方面 就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報告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